近日在全国机场,在高铁站,在地铁等地,遇见马天宇,轮回播放的广告大片里轻轻帅气的模样,现场广告路牌吸引了无数全国各地的粉丝,主族榴莲争相合影,与马天宇相遇,让正在筹备新作的他迅速抢占了大众目光。 近年一直保持优秀影视作品曝光的马天宇,凭借阳光的外表,不断努力和温暖正能量男神的形象,倾引着大量粉丝追随。 不绝间马天宇已经出道12年,早在2006年,马天宇就凭借参加《加油好男儿》正式出道,自此开启了他辉煌的演绎道路。 2007年,第一次发行个人专辑《女光时色》,即获得亚太音乐榜唱片《中国大陆地区小亮冠军》。 2015年,他所与梦同行公益活动发起人,以太阳般的笑容扣开了无数自卑消沉的心扉。 同时,他不会奸选,坚持在2016年去青海运输,2017年去云南红河,践行公益之路。 温暖的不只是外表,更是这颗热忱的心。 2016年,出道10年的马天宇出版了第一本自传写真《我本浪人》。 淡然回顾自己来时路,执念曾经的艰难和痛苦,将温柔笃定的正能量传递给一路陪伴他的每一位。 2017年9月,马天宇第一次和TCL合作,成为品牌创想官,以全新身份与粉丝频频见面。 他不会艰难,积极努力把每一次挑战当成机遇,勇敢面对未知的一切,有自身的力量,以更多人温暖和感动。 而这些优秀品质,正是马天宇俘获大国品牌TCL的原因。 在2018年春节前夕,马天宇更近身为TCL全球品牌代言人。 消息一出,羽毛们惊喜不已,纷纷微博留言恭喜马天宇升官。 这两天,眼见的粉丝惊喜地在央视CCTV1的大国品牌栏目中,看见了天宇的身影,讲述他与TCL的品牌故事。 很多人问我,你代言的TCL是一个怎样的品牌? 对我而言,他是儿时的陪伴,是信赖,是家的记忆。 而接下来马天宇将有多部作品上映,如近期的英雄本色和三国机密。 与TCL合作的梁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被伤逆流成何等,将是他在2018年的实力大爆发。 TCL早在2003年就冠名了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中国大剧院。 近年来又在好莱坞大片和影视剧方面持续发力, 想必也会助力马天宇的演艺事业走向巅峰。 天高任雨飞,羽毛永相随,这个中国年有他陪伴。 新春更添暖意,正能量男神携手提CL,深入钱家万户,走进街头巷尾,送去美好住院和温馨憧憬。 粉丝们都改到了吗? 新一年共赴一场浪漫美好的相遇。